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總以為來日方長 但是就忘記了世事無常 從死看生學習珍惜當下 很多人會說人會經歷兩次死亡 第一次是你肉體上的死亡 第二次是被世人所遺忘 但是對於我來說 更加重要的是 當我們活著的時候 我們經歷了些什麼 從死亡我們會更加去思考得到 原來我生命之中 有一些東西是這麼不願意去放開 我們仍然活著的時候 就可以更加去捉緊這些事物 你的藝術 也就算是窺錢 這次是《恨》 最好的 這次是《前面集》 這個《前面集》 真是正面集結束 22号 大家好,我是冯贝謙Anthony 我今年22岁,其实都是在大学刚刚毕业 我的本科和碩士都是在香港大学读章业和读环球管理的 大约是2022年 机缘考核之下,一些正在读中大心理学系的朋友 邀请我,不如一起去做一些事物 可以是透过推广心理学去做生死教育 我有把自己读 business 的一些知识放在念念不忘里面 帮忙去做一些资金的寻找 又去做一些项目的管理 由策划到去实施 到去整体活动 怎么可以改进下一次 带给我们的参加者更加好的体验 这些我都会去参与 欢迎大家参加念念不忘的坟墙道赏团 大波今天主要不是我讲的 会交给我们导想完SIMBA去讲 跟大家介绍一下坟墙的历史 里面落葬了的人物 和当中的一些故事 今天想和大家去到香港 我们第一个有纪录 有规模的一个坟墙 香港坟墙 给大家参观 没问题就可以出发了 可以跟着走 跟着我一起去看教堂先的 在一个坟墙里面 那个差距冲击可以很大 你里面会见到有河冬着氏 有杨渠云革命之士 但是同一时间同一个坟墙里面 也遇见了很多值值无名的人士 甚至乎连名都没有 所以我们见到不同的人 最终其实都可能会走在 同一个地方来安息 当时河冬和墨秀英 就慶祝他们结婚50周年 第二天河冬就过了澳门 去休假休息 而墨秀英就留在香港的家 一个礼拜之后 就开始 入军就开始攻打香港 令到香港和澳门之间的交通断绝了 就是日本投降之后 可能第一时间回来这里 但是他来到这里等着 就是墨秀英的霧 Sinba本身是一位社工 亦都在过往三年来 其实一直有帮助《念念不忘》 去进行了很多墩墙的介绍 和导赏团的推广 在香港墩墙 有很多不同人的故事 他们背后 我们不单止着重他们的历史文化 我们更加希望他们 透过他们的故事 希望参加一切 可以反思到一些生命 这位护士他很爱住 很努力 在澳洲导完医 他就去英国 再来到香港 但他只来到香港十九天之后 他就因为患上了大叶肺炎 就死了 我们很多时候 可能选择完之后 但是原来是一条 很快就会完成不了的路 或者可能很快就会走不了下去 不知道到时候 大家会不会觉得后悔 或者是什么选择 令到你可能有些很辛苦 叫做选择去走呢 其实我们见到有一些人士 在坟墙里面去拍摄 万圣寺相关的 或者主题的照片 你会觉得 其实大家都好像是 鼓励他接触死亡 但不过假如他们的拍摄 是真的选择游换 我相信 无论是尊重的角度来看 还是对于整个的场合来说 都不太适合 出到我旁边 其实是一个牌子 我很喜欢的 一句写着 就叫做 Not dead but gone before 这里的人不是死的 只不过是先走一步 今天到上海外界尺 差不多了 都很感谢大家 希望今天都比较 化师大家 也希望今天都可以 享受这个过程 我正在做一个 叫舒缓治疗义工 即是患了绝症 只有六个月的病人 他们相处 觉得真的要自己装备自己 如果自己装备不好 会可以被他们拖地 做这些情绪 我知多些生生死死的议题 会帮助到我 从事义工的时候 更加积极和乐观去做 不会害怕死亡这件事 其实起初我只是担任一些 微不足道的角色 但后来久而久之 其实我都很希望可以参与多些 挑战总会有的 因为要由一个完全不熟悉的背景 开始做起 都是多得我们的团队 非常用心地准备了很多内容 我才能够表达得出来 是因为那时候 年二、三的时候 就经历了两次很突然的亲人离世 就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心理学的学生 面对着哀伤的情绪 其实自己都可以做些事 希望可以做到大家的同行者 我们会有不同的活动 最主要就是希望一个人 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去将哀伤表达出来 因为其实越逃避 个人会越害怕 大家去一起谈是很重要的 无论是香港 以至是全球来说 年轻人对于死亡的接受程度 是相对低的 正因为这样 我们其实就希望可以着力做多些 关于青年社群的生死教育工作 所以在去年开始 我们就推出了一个青年大事计划 以一些多媒体的形式 来去创作内容 去发挥我们更加大的影响力 在社会上推广生死教育 今天的生死教育体验工作坊 刚才说到 不是仅仅我说的 都会有大家很多的参与 今天我们是维持一个开放 和不批判的环境 稍后可能在小组的讨论里面 其他的参加者 会分享到他的个人经历 整个工作坊 我们都是分了两个最主要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看新 新我们给参加者 去做一个人生地图 透过去绘画 他从出生到现在 一个人生的起伏 和过程一些重要的事件 大家看到也有一些树叶 有些花 我一会儿都会跟大家出去 搜集一些天然材料 树叶树枝花等等 最初我认为出生 就是好像羽毛那樣 很純粹的 很開心 即是去到景點了 那個開心是 我覺得那個死亡 雖然是好像開始變了 我孤圍了 但我覺得是一個蟲生 所以我就拿了一個樹枝 就代表蟲生 昨天我剛才參加完 我朋友的一個葬禮 讓我去體會到 其實死亡不是一個遙遠的事 我就覺得 真的去思考 人生是有高高低低的 但你就要嘗試去學習 怎樣回到那個中度 再下一個部分 我們就透過看死 就真的去創作自己的無字銘 讓他們看到 原來我們透過看死亡 就會看到活著的價值 這個無字銘 跟大家平時的有些不同 我們將我認為 生命之中最重要 最獨特的事件 又或者我們的思想 放在裡面 今天的年齡層 其實是很廣泛的 由第一十八至二十五歲 去到六十幾歲都有 他們的人生歷程 其實帶給他們 有不同的想法 思考的價值觀等等 而這些正好 就是給他們 有一個跨代交流的平台 和機會 沒有活在過去 沒有活在未來 要是當下 我的無字銘是 今生無悔 其實我曾經過往 是嘗試去結束生命的 當我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對生死這個議題 是很多人 未曾去深思 未曾去想 我們這個生命的旅程中 我們做過什麼呢 我會白白走一趟呢 我覺得生和死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 日出有 日日落有 花開有 花落有 每個生命都有周期的 邀請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現在寫了在無字銘上的 很多的字句 某程度上其實都是反映著 我們應該怎樣去設計 怎樣去活著 怎樣去經歷我們的人生的 我經常讀的商業 很多是基於 我們要去做很多的商業決策 但不過去到心理學 其實是對人的工作 並不是一些冰冷的數字 所以對於我來說 一個人生語歷這麼淺的階段底下 去講生死教育 去講人生 絕對是不容易 其實我都是向很多參加者去學習 我本來我的人生意義 其實很多都會是 對於世俗所定義的成功有關係 去賺錢 去尋找成功感 但是久而久之 我發覺 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活著方式 我們經常會覺得來日方長 但是就忘記世事無常 從死亡 我們會更加去思考得到 原來我生命之中 有一些東西是這麼不願意去放開 換言之 我們仍然活著的時候 仍然有生命力的時候 就可以更加去捉緊這些事物 原來人生意義是無處不在 亦都是因人而異的 所以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們怎樣可以在活著的時候 以我們的生命力去選擇 一個我們喜愛 我們覺得有意義的活著方式 懷免是你深深的愛 生死無常 總有無奈 卻是我成長的一方 今天我落地遇受遇受 錦ssä 你要是我ё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